阿羽巴 你拿的花跑去哪里啊 今天表弟要求婚 我给他送过去 那你都回忍了 干嘛要求婚 结婚生真是大事 每个步骤都值得的 不不 我先走了 你们这怕人跑了吗 他正在回忍了 不值钱了 我看彩礼都可以整掉了 怀了这个应该对人好一点 撒 都有准了 难不才还能跑呢 做你儿媳妇真可悲 这么快就开始了 也不等一下花 小丁凌花 表姐 我等了半天了 星星嫁给我 小丁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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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愿意 为什么 你说缺个求婚这不就求了吗 你当怀孕了还想怎样 我 我还没想清楚 你们家之前答应的彩礼八万 现在变成两万 白星云 我们都是一家来 你还计较那么多干嘛 是啊 都嫁给我弟了 多少钱不都是一起的吗 怎么回事 什么两万 嫂子怀孕了 我妈说彩礼两万就好 反正都是我家的跑不掉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不能因为怀孕就变挂了 你怎么胳膊都还往外挂 我 星星 你看我们一家人都来了 我是真心想娶你了 你别生气的 婚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对呀 爱媳妇 我们不会亏待你了 你先赶紧答应吧 这么冷的天 别顿毁我的大孙子 我答应你 太好了 我们回去吧 太冷了 嗯 不就答应了 能不答应吗 孩子都有了 走吧 叫上你婆婆去我家吃饭 哦 我来了这么热闹啊 来吃点吃离子来 嗯 我去帮你妈做饭 家里没有了 嘴气没见 我去吧 这会刚好没啥事 好吧 辛苦你了 好女的阿玲 你害得我女人好长啊 哎 星星妈妈怎么了呀 有话好好说 你现在是什么人啊 我女儿现在都回应了 她们彩礼是给了我 什么 彩礼不是八万吗 你别说了 我看就是里面的套路 刚刚还当众求婚 逼我女儿答应 敢亲我女儿 说 一起去她们家 好好好 别急别急 说 星星给我回家 我们不下了 妈 我已经答应她了 而且你知道的 我怀孕了 对啊 妈 我要好好对她的 她还没下呢 你彩礼就敢不敢 我还说你好好对我女儿吗 我笑你碎碎碎 你怎么还没结婚就怀孕呢 妈 我没想到她们会这样对我 你要是先结婚这个孩子 我们是结婚的情 这哪呢 我们不要 说 哎 你到底怎么想了 彩礼为什么要这样啊 都回应了 又跑不了 妈 是真的跑了 女孩子愿意为你相爱于你 她是信了你爱你啊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她不是怀孕跑不了 而且有了牵挂 你更要好好对她 我看这婚确实不结巴 阿玲啊 你 怎么这么不短字 做的怎么话呀 我儿媳妇说的话 真是我想说的 你们这样子传出去多难听啊 阿玲 你们还想不想大算子了 阿玲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心心不舍地打掉吧 聪明的家长 是不会让自己的女儿 受这种委屈的 你等着吧 阿媳妇我们走 要是真的打掉了怎么办 阿媳妇你赶紧去看一下咳嗽 好 我这就 我看你 你很好 她也不怀 怀怀默干眼泪 看她幻默没路过人间 无非是没对平坚 星星我求你为孩子考虑一下别冲动 你这么亲爱孩子妈妈 我们还考虑什么 妈 我们商量好了 彩礼不降 现在录制有新闻一个月 现在你一星期现在给到 不然这次没有啊 知道知道 肯定会给到的 婆婆回来了 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刚刚在医院门口看到 大强答应一个星星之内给彩礼 星星妈妈真有办法 说的这事我也有错 要是你把星星介绍给她们的话 就不会出这事了 遇到这个事你也不想念 你能送女孩子在后面 手里拦的底线 红和肚子 说来说去 未婚心意就是不值得 一定要按正常流程走 嗯 星星这样能算好的 多少人是她上上去 女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嗯 赶紧吃饭吧 婆婆 我来了 你拿那么多报纸干嘛 你创新啊 她那么次不报纸来 放久了她们会互相伤害的 伤害什么伤害啊 一会就拿去卖了没了 那卖之前也不能让她们受伤啊 是啊怎么那么多 哦 哎呀你自己慢点 别受伤了 好我知道了 好了够了走吧 婆婆 那我这两个男友同事吃了 行行行 赶紧去上班吧 好那我先走了 赶紧去 哎 那小小怎么没来啊 还想给她一个呢 哎 早上好小白 哎早上好 拜拜 这两个活生果给你吃 长得这么奇怪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哎小小今天怎么没来啊 应该是请假了吧 她平时都很早的 啊 她怎么今天请假 明天公司五重年轻 你们前台要布置公司的 昨天开会都交代了呀 那可能真的有事吧 没事交给我吧 你行吗 我怕你一个人瞒不过来啊 我行的你相信我 行那你来财务室 省令经费出去资办东西吧 这是很重要 你要搞认真点 那东西去哪里买啊 查一下就知道了啊 我那个 好 这个配合 这个要活生果 切一下加点蜂蜜 拿两个哈 好了 看两个大的 好八块钱 然后你要好 includes 哦哦给它多吃点 这样包可以保充半年了 怎么就这么点啊 大哥你过来看 喂婆婆 我们今天公司周年庆 我今天部资公司 那个礼炮和灯蛋去哪里买的 我手上只有那些基础的 我知道的 你别急 我这出去给你买 你先用基础的布置一下 好谢谢婆婆 怎么还是黑白黑白的 一点都不喜庆 哇这画唱的真漂亮 找到了 这边都有 喂婆婆 安媳妇呀东西给你买好了 你先来拿 好我这就来 哎呀婆婆谢谢你呀 不然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买了 还下雨了 这里你算什么呀 就那一家店 下次我带你走一圈就知道了 哎对了 这一篮子水果也拿上去吃 婆婆这个你不是要卖的吗 不卖了呀 这不是顺路吗 你老板我也认识 人挺好的 这一篮子就当做给你老板的庆祝礼物好了 谢谢婆婆 那我先上去啊 没弄完呢 我先走了 好去吧 加油 加油 小月你还没忙好吗 我们先走了啊 好那你们先走吧 我也马上好了 哎呦 中文说是王女 哎 老板怎么今天都不在呀 先上门月吧 哎 手机怎么都会万拿了 哎气球怎么掉这么多 都不向前 还不错 哎小白你还没下班 哎这就下班了 好去吧 辛苦你了 好 啊 哎 怎么这么多信息 婆婆 我回来了 阿媳妇 洗手吃饭 阿媳妇 你怎么不开心啊 婆婆 今天我在公司布置了一天的场景 老板没有看到 以为是另外一个同事弄的 功劳都被抢走了 阿媳妇 有时候做事情不一定要被人夸 问心无愧就好 不耽误大事就好 可是我 怎么了 阿媳妇 婆婆 你看 小白解释了 没想到她会出来解释 那就好 做的事情能够被承认并且肯定 就有更强的动力了 来 多吃点 谢谢婆婆 谢谢婆婆